什麼狀況啊 地方趕到秦樓 詢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們接獲報案 證明老婦人疑似遇上詐騙 她說她的錢被凍結了 所以她又會癢 她是被拖下水的好不好 發現網友遇到困境 讓老父親的同情心 但原情一聽 這根本是詐欺集團的慣用招數 因為是假的啦 不就算直播主要跟你借錢 你也不要借她 原來賈幸夫人 從微信上任是假直播主 雙方聊了一段時間後 對方聲稱帳戶被凍結 臨時需要資金周轉 要求婦人匯款新台幣兩萬元 但銀行櫃台人員一聽 婦人從沒跟對方見面或通話 直覺有意立刻報警 向其說明可能為詐騙手法 並立即指導該民眾將對方封鎖 昨天成功讓婦人打消匯款念頭 但光是今年一月開始 北市內湖分局 就已經攔下四十多件詐騙案 共計五千五百多萬元 前線有銀行發布首份 反詐行為調查報告 結果就發現有75%的民眾 在三個月內都曾經受過詐騙訊息 而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 都有被詐騙得逞的經驗 也就是說等於三個人 就有一人受騙上當 林鄉有收過就是類似 詐騙的簡訊嗎 有啊 那你有去檢舉嗎 還是沒有 沒有就把它掛斷就好了 調查顯示被嫁者當中 百分之六十沒有檢舉 還有百分之四十三沒有報案 甚至就算財損超過百萬 仍然有百分之二十六不願意報案 而三大重要因素就是 認為報案也拿不回錢 或者不知道怎麼檢舉 也可能怕被認為笨禍貪 不過警方呼籲 不要因為擔心被貼負面標籤 就放棄報警 否則只會助長詐騙集團的 燒焦氣焰 請我跟朋友增加預算不到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